大家好,欢迎收看不正常魔术方块频道 现在要介绍永俊初的枫叶球方块的解法 永俊初的枫叶球方块的解法 枫叶球方块是枫叶方块或者方圆方块 枫叶方块,枫叶方块,枫叶方块的变形方块 它把这两种方块从正立方体变成球形 所以枫叶方块的解法 这个方块的解法跟枫叶方块方圆方块的解法是完全一样 这两个方块的解法可以参考荧幕右上方的资讯卡有解法的连结 或者是直接搜寻不正常魔术方块,枫叶方块,枫叶方块 解枫方块之前我们先比较一下枫叶球跟枫叶方块的差异 枫叶方块的角就是这个带有三个颜色的角 对应到枫叶球方块也是三个颜色 枫叶方块的叶子是这种细细长长的叶子 对应到枫叶球也是这种细细长长的叶子 枫叶方块的转动,枫叶方块是转这种角 带有三个颜色这个角 每个角都是可以转动 转动可以带动三片叶子 枫叶球方块是看这种三个颜色 三个颜色的这一小块 那转动的话,它一样可以带动三片叶子 那之前枫叶方块跟枫叶方块的解法银片 我们是先转角 那转完之后再转叶片 那不过为了要让枫叶球转起来更直觉 那这个解法必须要修改一下 我们要改成一个颜色一个颜色转 那前三个颜色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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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先转一个再转一个再转一个 那最后三个颜色我们会一起转 本频道专注于各类魔术方块 异智游戏解谜游戏的教学 如果你对魔术方块有兴趣 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以接收最新的教学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学习上的问题 或是想学什么方块 可以在教学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FB不正常魔术方块研究中心社团留言 想搜寻更多的方块讯息 也可以到小雷的魔术方块网站搜寻 方块打乱之后 我们来转第一个面 那我们在转第一个面的时候 我们先找两个角 两个相邻的角 像这样子是一个三个颜色的角 这是第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三个颜色的角 那这两个角在相邻的位置 那我们先找这两个角 我们看看这两个角 有哪个颜色是两个角都有的 那这个角它是白绿红 那这个角是白蓝橘 所以这两个角都带有白色 所以我们把两个角的白色 转到相对的位置 这样子 越近越好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把两个白色 转到旁边了 OK 那现在我们只要再转一个 白色的叶子进来 这样子 那这个白色面就完成了 那我们看一下白色的叶子在哪里 白色叶子在这里 那这个叶子要转上来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上上下下的公式 做一个叶片的三远循环交换 把白色换上来 那因为它是 左手边要换到上面 所以是左手先做了下 上上下下 上 上 下 下 这样子 那白色面 白色面就转好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颜色 我们要怎么找 那我们要找这样子的一个角 那从这里看不出来是角 那我们来看正立方体的枫叶方块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叫角 这个叫角 那我们以这个角为中心 我们现在转好白色面 对不对 那转好之后 我们再来转这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转好之后 再转这个颜色 OK 那我们现在以这个角为中心 那转好这个颜色之后 我们来转这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是红色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角 红色也转到这里来 这样才可以 OK 那转好这个红色之后 那我们来转 红色的叶片 那红色叶片现在在这里 这个比较不容易转过来 那没关系 我们先转 那蓝色叶片也可以 第一个白色 转好之后 我们来转蓝色 OK 那看一下蓝色叶片在哪里 蓝色叶片在这里 那这个叶片要上来 那一样是用上上下下的方式 但是这时候是从 右手边上来 所以是右手先做的上上下下 上 上 下 下 这样子 蓝色这个面 就完成了 那我们再找这个角 旁边这个颜色 红色 再来转这一片叶片 那这一片叶片在这里 那这个是从右边要转上来 所以是 右边先做的上上下下 上 上 下 下 下 这样子 我们就完成了 前三个颜色 那前三个颜色完成之后 我们来完成 它的 背面的三个颜色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背面的三颜色 看起来乱乱的 那我们先定位一下这个角 背面这个角 这个角的话 像这里是 这里是绿色 所以我们把这个绿色这样转过来 这样子 我们先对齐 先对齐这个颜色 那这个对齐 这个对齐 这个对齐 那我们就知道这三片叶子 到底位置对不对 那现在这三片叶子 它是要这样换 黄色要换到这里 绿色要换到这里 橘色要换到这里 这是一个逆时针的三循环 那我们用一个基本的三循环的公司 它是一个逆时针三循环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转这一层的时候 要转顺时针 那转法还是这样子 上 顺 下 顺 上 顺 下 这样子 那剩下的三个叶片 也完成 这样子 整个方块都完成 那有时候我们会碰到 剩下三个叶片 它是逆时针交换 它是顺时针交换 这个是 绿色要过来 黄色要过来 橘色要过来 它是一个顺时针交换 那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做公司的时候 就是逆时针转 那我们来直接转 这个绿 这个 上 逆 下 逆 上 逆 下 这样子 这个方块都转好 这样子 最后我们用很快的速度走一遍 刚刚教了解法 那我们先挑两个角 那这个角 它是白 红 绿 那再来看 那这个角好了 那这个是 黄 红 蓝 所以两个角都带有红色 所以我们把这个面转成红色 红色转过来 红色转过来 那再转一个红色的叶片 就可以了 那红色叶片在这边 所以我们把它转成这个位置 红色叶片从左边要上来 所以是上 上 下 下 OK 红色 红色转好之后 那转第二个颜色 那我们从这个 这个角开始 那这里是蓝色 所以我们把这个面转成蓝色 那把这个角的蓝色 转过来 OK 那再来转 蓝色的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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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的叶片在这里 所以这个要从左边上来 上 上 下 下 这样子 蓝色的叶片 那再来转 这个是白色 那白色的叶片 白色的叶片在哪里 看一下 白色叶片在这里 白色叶片从左边转上来 上 上 下 下 这样子 三个颜色好了 那再来转 背面的三个颜色 在转之前 我们先对齐一下 这个角 那所以现在这个 这三片叶子 要怎么换 这个要换过来 橘色要换过来 橘色要换过来 绿色要换过来 它是一个顺时针交换 所以我们就是做 逆时针的 转 上 逆 下 逆 上 逆 逆 下 这样子 三片叶片就好了 那这样子整个方块都转好了 那枫月球的教学就到这里 那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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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